新加坡聯合早報引述南韓朝鮮日報消息指 韓美情報當局已掌握北韓通過攻擊比特幣 以及以太坊等虛擬貨幣來竊取數碼資產 韓美計劃制定制裁方案以阻止北韓黑客攻擊 北韓今年發射的導彈總數近100枚 美國軍事專家推算 但11月2日發射費用就高達7500萬美元 分析指出 北韓對虛擬貨幣進行攻擊 是因為國際社會對北韓制裁空前嚴厲 甚至疫情封鎖中朝邊境 無法通過所謂的超級偽鈔來賺取外匯 有外交界人士指出 受偵察總局指揮的黑客集團 將目光轉向新的金融資產 積極培訓人才 黑客的力量變得強大 美國國土安全部長馬約爾卡斯表示 過去兩年北韓通過網絡竊取超過10億美元的虛擬貨幣和強勢貨幣 為大規模殺傷力武器項目提供資金 分析認為國際社會應當構建新的國際制裁網 以阻止黑客竊取虛擬貨幣 用作北韓研發導彈資金的行為 南韓《朝鮮日報》發表社論說 當務至急是通過進一步制裁 防止北韓黑客竊取虛擬貨幣 但由於中國和俄羅斯的取態 導致本應該討論這件事的聯合國安理會一籌莫展 好了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收聽